PS5有哪些优势 第一 更专业 它是玩游戏的专用设备 从设计到制作都是围绕游戏体验来打造的 第二 成本低 PS5光驱版3000左右 如果用电脑玩游戏 单是2K级别的显卡就要2000多 比如RTX4060 第三 手柄体验独一无二 PS5发布快三年了 没有对手 XBOX和NS Pro手柄跟它比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 第四 专属优化 特别是首发游戏 PS5版本体验更好 闪退卡顿这些问题更少 第五 独占游戏 虽然剩的不多了 目前还有战神5 对马倒之鬼 最后生亡者2 GT赛车7等等 第六 正版游戏库 一个月80港币能玩几百款游戏 第七 游戏成本低 不是价格低啊 PS5盘是能出二手的 流通也不错 第八 保值率高 索尼家的游戏机 大换代的周期通常是七到八年 二手市场也不错 也好流通 第九 扩展成本低 PS5的扩展硬盘和电脑是通用的 国产2T容量大概是五六百块钱 第十 全国联保 国行版主机保两年 手柄保一年 不用担心摇杆飘移问题 你还知道PS5有哪些优势 欢迎补充 第十二手